月利煙火高空中綻放2023大稻埕夏日煙火節 第二場180秒的煙火 截至晚上8點為止 觀賞人數已經突破3.2萬 帶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因應爆量人潮 北市觀傳局也增加了多個流動廁所 像是垃圾桶的數量也增加到25個 擴大交通管制以及增派警力 同時也加強現場的人潮指引 广播以及人員舉牌 告知民眾應該要從3號到5號的水門進出 警力方面大稻埕煙火 施放首日派出400名警力 由於民眾熱烈參加活動 12號加派了120名 也就是有500名以上的警察 維持交通秩序 以上這一星音再把時間交還捧你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